东汉末年 天下三分 在当时的三国中 曹魏具有中原 有最大的地盘 和最多的人才 综合实力最强 孙氏两代三人经营江东 有很深的根基 又有长江天窃 蜀汉则一守南宫 当初暗若的刘章具有此地 萧雄刘备 却还整整攻打了三年 才成功入主一周 正是因为他们各有优势 谁也奈何不了谁 才会出现三足鼎立之势 并维持多年 然而 天下大势和久必分 分久必合 这一看似稳固的局面 终究还是被打破了 公元263年 曹魏分兵三路 发动灭蜀之战 邓爱偷渡殷平 流禅投降 蜀汉宣告灭亡 那么一守南宫的蜀汉 为何会轻易被灭亡呢 说到此处 也许有人会说 这是因为蜀汉人才凋敝 在魏延死后 几乎没什么名将可用了 其实不然 流禅时期的名将并不少 例如姜维 马忠 张仪 霍义 张义等人 而且他们之中 大多数人都非常忠义 甘愿以身殉国 也不会想敌 既然蜀汉有如此多忠义的名将 那么迅速被灭的真正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小编认为 这与蜀汉 对人才的打压和埋没有关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接下来 我们便拿当时一元蜀江的经历 与论证一下此事 我们今天要说的名将 是巴东太守罗宪 说到他的名字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提起他的战绩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惊叹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公元263年 蜀汉灭亡之后 曹魏灭蜀的主将忠惠 邓爱先后被杀 蜀中空虚 这个时候东吴 看到了巨大的利益 于是派出军队 以救援盟友的名义 打算分一杯羹 而罗宪不但识破了 他们的意图 还在与东吴撕破脸后 坚守住了永安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一连击败三位东吴名将 第一战 击败圣曼 五军派来第一波大军 是由将军圣曼带领的 这个时候 圣曼还是以欺骗和劝降为主 但罗宪却说 本朝亲父 吴为蠢齿 不许我男儿妖其力 卑谋为悦 且汉已亡 吴和的酒 吴宁当为吴将鲁邪 亦在斥责东吴的不义 并认为东吴不会长久 于是组织士兵 与圣曼大战 并阻住了圣曼的大军 第二战 击败不协 当中会和邓爱 先后死亡的消息 传到东吴之后 吴主孙修 更加着急了 可是圣曼还是未能拿下永安 为吴军开辟出入署的通道 于是他又派出民将 不置之子不协 率军前往了永安 可是民将之后 到了罗宪这儿根本不好时 这一战罗宪发威 近书记载 吴又是不协西征 现大破齐军 第三战 抵御军神陆炕 两度失利之后 孙修彻底怒了 于是派出了陆迅的儿子陆炕 率三万兵马 去协处不协 虽然陆炕的威名 不及位列 东吴四阴杰的陆迅 但是他能与西晋名将洋互相持 不分胜负 可见他的能力 而他军神的称号 也是他能力的证明 另外 当他到永安的时候 罗宪已被围困半年之久 城中不但物资匮乏 还爆发了瘟疫 逃亡叛祥之人 数不胜数 可是这种情况下 陆炕还是没能攻破永安 罗宪最终选择了 向曹魏投降 并请求救援 而且在陆炕的打击之下 坚持到了援军到来 另外 更值得一提的是 罗宪坚守城池 是在明知蜀汉灭亡的情况下进行 而且在蜀汉灭亡后 又坚守了半年 由此称他为蜀汉最后的一事 并不为过 那为什么说 若他早被重用 则蜀汉不灭呢 原来他少有才名 信和方正 是一件名士 只可惜 因为他坚决不与权贵同流合污 遭到了皇后的打压 被贬为了永安太守 而当他独面无君的时候 其主将严宇 已经打着回原成都的名义 带走了大批的兵马 只给他留下了两千人 就是凭借这两千人 他在蜀汉灭亡之后 稳定住了军民的情绪 并在东吴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之下 收住了永安城 其能力与好招 霍骏等名将相比 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若他当初被留在成都 若他在灭蜀之战时 得以参战 或许三国历史 会被改写吧 可惜历史没有如何 罗现在蜀汉时 还是被埋灭了 而他这类情况 在蜀汉并非个例 蜀汉还有很多 像他这样的名下 明明能力卓越 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能展现自己的能力 此事为蜀汉的灭亡 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三国志 三国志齐住 禁书等书